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星,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OA卫视6月24号的教练电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英国公投脱欧,为何触动统独神经 中国争议事件不断,是否都是外部势力在惹祸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 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赃国华先生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 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 好,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风暴眼 英国 英国昨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离开欧盟,震动全球 这个结果对英国和全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预计将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骨牌效应 有人认为公投将国家重大决策交由全民决定 是彻底解决悬而未决议题的最佳的方式 也有人说公投激化对立,加剧分裂 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 那么英国的公投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什么样的启发和经验 对中国来说公投有没有值得借鉴之处 对照世界各地的统独公投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中国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好,首先我想请各位来简单的短评一下 对于英国这次公投决定离开欧盟 这个结果当然让全世界都感到有些意外 那么此前大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英国将选择留在欧盟 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 就是这次公投结果对于英国和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 那么首先请杨洁丁先生来分析一下 对,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因为我常去欧洲 尤其是希腊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我当时就断言欧盟是处在一个解体的趋势上 一定会出现这个事情 像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欧盟畅行的左倾民粹主义 这个是不和谐的 这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仔细分析来当然有很多问题 是没办法的这个永远的在一起 所以分析是迟早的事情 有一个愿意 大家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 我记得习近平也讲过这句话 而这句话的社会意义就在于 你要有对重大的公共议题进行公投 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表达出来民众的真正的意愿 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而且不仅仅是英国未来的欧盟的其他国家 也会这个处在这个分的趋势之上 好了听听曹云青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欧盟这次公投的这个英国公投结果 我觉得是我非常高兴的 我认为这个事业事先全球的主义的媒体 都认为可能是留欧派占上风 民调也是 但为什么跌破眼镜 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英国的传统 刚才建立强调的英国那个人民权力至上的 洛克提出三大权力那个传统 第二个 英国人们本身处的那国家 他们这个接受欧盟的领导 欧洲的议会没有经过选举 布鲁塞尔的欧洲总部也没有经过选举 英国人们凭什么要接受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 欧洲议会的指导 指挥呢 所以这个主权受到了威胁 另外经济上每年英国向欧盟贡献116亿美元的汇费 再加上安全上导致了欧盟成员之间的边境的开放 导致了更多的非法移民的涌入 包括恐怖分子可能渗透 这些都是英国人民感同身受的 所以全世界不了解 英国人民自己了解 所以这次公投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的常识 战胜了精英主义 而且也标志着欧盟这个乌托邦的幻想 很可能开始破灭 还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下一个捷克就要公投了 公投的结果 捷克也可能脱离欧盟 所以这是欧盟乌托邦开始倒台的一个信号 好的 张布华先生 我觉得在全球都在搞合作化 从地基社走向高级社 甚至人民公社的时候 现在英国要退社单干 而且成功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这个70年代末我在英国留学 这个对英国还算比较了解 事隔16年之后 在这个2005年我又重回这个英国 发现这个英国不仅没有这个好起来 反而好像更差了 这个建立也在讲 你这些年你去这个欧洲看 感觉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人民 最后决定要退要脱欧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好的 陈伯宫先生 我觉得公投的形式 公投的过程比公投的结果更重要 不管出现什么结果 在事先都说是四居力敌 两派脱欧与留欧派 那么任何一个结果应该说都不出乎意料 关键是这种公投的形式是什么 它是和平的形式 是人类发展的方向 它代替了历史上其他决定统独的方式 那就是战争 暴力 屠杀和迫害 我们还记得十几年前南斯拉夫 有些国家要独立的时候 发生惨烈的战争 用种族屠杀 但是英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 它以理性文明的姿态迎接这个世界 和平的公投就是一种和平的选择 和平的方式 这种方式意味着彼此的尊重 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取向 不同的选择 得到了最高度的尊重 所以英国始终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好 待会我们再回头再来看公投 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利弊 那么想再看看中国 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 是一直主张英国留在欧盟 那么这次公投的结果 对于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各位点评一下 杨洁丁先生 我觉得所谓的中国在英国的利益 在欧盟的利益也不是那么清晰 当然英国它在欧盟里面 能够为中国起多大的作用 像美国也觉得英国 会在欧盟里起大作用 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我觉得很多的利益 恐怕也都是虚幻的 那为什么中国说要 当时就是要求 或者说要欢迎 英国要留在欧盟呢 原因是我觉得有一个传统 也不能够说是谴责中国 这时候有自己的利益 一定要在里面讲这样的话 是因为有一个传统 大家都是劝和不劝分 劝和不劝分这个事情 在和的事情上占有更多的 好像是道义的立场 占有更多的政治正确 所以大家都是出来讲 要留在这里不要分呢 是这样 除了这个以外 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济 细致的经济利益了 当然有一条 就是公投这个形势本身 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刺激的 因为重大的公共议题 怎么来解决 只有交付与民众去充分表达 才能够让输掉的一方 这个臣服 然后才能够进行新的政策的实行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种矛盾就会越激越深 就一直悬而未决 这个本身的这个形式 对中国是有刺激的 另外分这件事情 对中国非常敏感 无论这次是不是从一个国家分析 它只是从一个欧盟分析 分这个事情 如果产生连锁效应的话 会影响中国的所谓的 这个版图的这个统一的 你说到这点 我想再推进一步 就是东西方这个思维的不同 东方的文化主张是统 那么西方文化强调 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它有一个独的这个 这种思维方式 所以这中间 好像也有一点哲学的不同 那么听听曹昌星先生的看法 对刚才宁行 你说的非常一个要点 东西方文化非常不同 就在这一点 你像美国吧 我们居住在美国 美国非常强调的 不是总统的权利 白宫的权利 而强调美国州的权利 州权很重要 你说美国50个州 翻成英文的话 是50个国家的 美国联邦的 所以这样的话 你像这个美国 是站在英国思想家肩膀上 英国洛克强硕三大权利 美国的宪法 美国的独立学员 全部照搬了 人有生命的权利 自由的权利 这个私有财产 不可剥得的权利 所以重大的问题 必须通过公投来解决 人民体现 这个自由选择 这个价值和人民决定 这个权利 所以公投体现这两大价值的 今天中国政府当然恐惧了 你像那个苏格兰前年 公投的话 中国就是反对 不支持 像魁北克一旦公投 独立公投 中国也是恐惧的 为什么 他担心中国的西藏 新疆等等 内部的人民要求 自觉的声音 他恐惧这个 今天我们看看 重大的问题 交给人民来决定 才是个最合理的方式 要人民来选择 你像苏格兰前年公投了 结果独立没有成功 但是99%的 英国人民都满意 包括苏格兰人民都满意 公投这种方式是合理的 相互尊重的 只有这种方式 才能解决分歧 降低摩擦 解决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 好 张光先生请你来批评 我觉得中国的立场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政治上 它确实是劝和不劝分 因为我们刚刚 长青跟监力都提到了 中国自己担心 有分离主义的倾向 刚刚长青说到西藏 新疆 其实还有台湾 现在连香港都有这样的呼声 所以他担心这一点 这个政治上 他一定是劝和不劝分 那经济上也是他重要的考量 为什么呢 因为在跟欧盟打交道的时候 这个声音太杂 声音太大 那中国现在呢 因为跟中英关系比较低 时间比较长 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很多中国的公司 跑到英国去投资 从内部运作 来比这样呢 跟这个整个欧盟的关系 就比较顺畅 那这样子一脱欧 英国变成独立的国家了 他以前做铺垫的很多东西就没有用 这方面有担心 好 陈伯宫先生 对中国来说 他表面上强调是经济上的一个影响 说中国政府是主张英国留在欧盟 他觉得中国正在通过英国 把英国变成一个打通欧盟的一个渠道 另外中国试图把英国 尤其是伦敦变成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一个中心 所以说英国离开欧盟的话 对中国的这种投资战略是一个重大打击 而且中国的权贵 在英国2010年做了大量的投资和部署 这些钱有可能在经济上受到损失 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 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 英国的公投让他感到非常的尴尬 因为同样是在处理统都问题 看英国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看到加拿大 魁北克通过公投 是决定留在加拿大 而苏格兰通过公投是留在英国 那么英国通过公投是脱离欧盟 也就是说通过公投 统和独都可能出现 但是不管是统和独 大家心服口服 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 大家合冲共济的向前进 就是社会取得一个和谐 但是中国处理的统独问题是通过暴力迫害 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将独立诉求污名化 妖魔化 本来独立跟统一一样 都是只是一个诉求 只是一个主张 只是一个取向 就像人生活中有不同的取向一样 但中国把这个独立 什么台独 港独 疆独 藏独 长期污名化 把这个独在中文里面 有个谐音跟独害的独连接起来 好像这些独立 独立数据就是独害 所以中国人谈独色变 受到共产党的影响 而且共产党把这个独说成是什么呢 俗连忘族 说成是汉奸卖国 这口令很大的帽子 所以中国人非常的害怕 战战兢兢 不仅不敢想 连谈都不敢谈 但是看到英国这些做法 对 应该说是一个回敬 但是我要说的是 尽管共产党对那么多的独立 诉求污名化 但是共产党有一种独 是真正应该是 是世人所不能容忍的 而就是共独 共产党独裁 这个一党独裁 它是真正的独害 它真正的有毒 就共产党 我说过 共产党是毒品 谁染上 谁生病 共产党是毒草 谁沾上 谁瘫倒 共产党是毒药 谁喝下 谁疯掉 就像五毛党和资干五所表现的那样 好 我想我们再回到公投 这个政治形势本身的 一些更多的讨论 我们知道有的人认为 公投刚才杨洁迪先生提到 就是把国家的重大决策 交给全民来决定 是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 这个政治议题的 最佳的一种方式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公投计划对立加剧分裂 是一种政治操弄 是一种政治操纵 那么这次英国的公投 实际上也是确实加深了 英国社会的这种对立情绪 那么我想请大家 以这次英国公投为例 对于公投这种政治形势的利弊 来做一些分析 杨洁迪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公投它是一个 集体决策的一个方式 任何集体决策的方式 都没有完美的 公投也不完美 但是在一个社会中 总会有一些重大的 公共议题需要决策 有时这个公共议题 分歧是非常激烈的 双方实际上这次也没有 双方都没有占绝对的多数 在这个时候怎么决策 你如果领导人说是 我就是不让民众充分地表达意见 我自己来决策的话 那输掉的一方 肯定心有不服 而且它是激烈冲突 激烈冲突就说明 双方的人数差不多 那将近一半的人 或者一半以上的人 会和你作对 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稳定 就不会和谐 那只有让用公投的方式 把这个重大的 分歧性非常大的议题 交给民众 做充分表达 然后进行决策 决策完了看似好像是一种分裂的形式 实际上决策完了 大家心平即合的接受 包括这次输掉的一方的头 也就是他的 卡梅隆首相 都臣服的 这个这次的决定 而且他表态 要为了这个新的脱欧的整个程序 尽他最大的努力 让这个程序最好的能够实现 虽然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不赞通 但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他要服从这个民意 但是要说如果换过来呢 如果凯曼隆一直压迫另外一个观点呢 那结局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好的曹腾金先生 当然我觉得 关键就是看我们看公投的方式 公投的方式就像美国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 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 他可以多次选举 这次领导人选错了 下次再改选 再有新的选举 不断的选举 不断的修正 就说民主制度有纠正错误的能力 公投也是这样 这次公投错了 下次过几年 可能英国人又要公投了 加入欧盟了 关键就像刚才破空说的 关键不在结果 而在这种形式尊重民意的表达 而且今天我们看看 这个英国这场公投的结果 是符合这个整个世界潮流的 我们看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 多少个国家 51个成员国家 现在多少个 193个 差不多增加了四倍 说明什么 说明分离 独立 人民自觉 国家自觉 这是一个潮流 世界的潮流 第二个我们看看 上个世纪 在70年代 全世界民主国家多少个 才30个 现在多少个 130个 在过去40多年增加了100个 说明什么 民主是潮流 民主和这个国家独立 公投 这都是一体的 都体现人民权利的 所以这次英国 这次公投的结果 不仅像中国人民 像全世界 包括台湾人民 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 就是国家的前途 必须人民决定 不是卡麦隆 不是习近平 也不是美国的奥巴马 是人民决定 人民用选票 发出声音 决定一切 好 我想关于公投 大家我想中国的观众 和听众比较了解的 可能是两年前 苏格兰关于是否留在英国的公投 那么这一次 英国的公投也是媒体报道的相当多 实际上欧洲是一个 有相当多的公投传统的国家 那么刚才我们在纽约时报上 大家提到节目前 欧洲已经多次 很多国家都就各种相关国家 重大议题进行过公投 包括是否承认 比如说欧洲宪法等等 这些重大议题 都进行过公投 所以公投这种形式 其实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 可能要更普遍一些 公投实际上是民主的常态 就是在一些有争议性很大 公共议题上 没有办法决定 政府不能带老百姓 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他不得不把它交付全民公爵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看到刚刚你有提到了 就是说公投这个方式 它到底是很好的一个民主手段 还是一种政治操弄 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 像英国 这个我们看得很明显 我们好几个朋友都已经提到了 就这一次 其实卡梅隆把这个脱欧 还是留欧这个议题 拿出来交付公投 是冒着很大的风险 他是一场豪赌 那民主叫什么 叫愿赌服输 他今天赌了输了 他就很坦然的接受这个结果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一种风范 那有没有一些国家 这个会出现 就是说用公投来做文章 当然也有 比如说在新性的民主国家里面 有的时候有议题 这个争执不下的时候 有些政党 可能会做一些政治操控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 随着民主的成熟 这些国家也会步英国的候选 把这个公投 真正的作为一个这个民主的 这个决定重大决策议题的方式 好 陈破空先生 关于统合独 由这个如果统治者 当权者来强加意志的话 恐怕事情刚好相反 我们看到香港就是这样 本来香港独立 港独是不存在的一个概念 但是的确是 共产党的这个威胁造成的 怎么讲呢 就是说本来一国两制 是连接中党地区的纽带 是桥梁 是维持两地的一个基石 但是共产党 过于地去压缩这个两制的空间 而逼向一国 这个逼的结果就相反 就是港人产生了逆反心理 就走向了一国的反面 那就是独立 说这个港独 纯粹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那个名言呢 就是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 是成立的 尽管港独 是一种选择 但是共产党推波助滥的作用 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深刻的教训 那么说到中华民族呢 中华民族有种矛盾心理 中华民族有一个大一统的传统 就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那么在大多数时期2000多年 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 所以大家习惯了这一点 但是中华民族呢 又是好内斗不团结 一盘散沙 跟这个统一观念相反 另外我们看中国的历史 也可以看到 就中国历史 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 这个分治分离的这个现象 中国最辉煌的历史 恰恰是分治的时候 比如春秋战国 西雄争霸 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家 所有中国的思想家 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 百花齐放百家之民 包括今天还颂扬的孔子 都是那个时代 如果孔子产生的大一统的秦朝 早就掉了脑袋 不要说他传播他的思想 他脑袋就掉了 到了共产党时代 脑袋更掉 所以中国人是可以接受分治的 另外中国对三国时代是最包扬 2000年历史 中国传颂最多的是三国时代 三国时代 未孰无三分天下 中国人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 而且呢 歌颂了其中无数的英雄人物 那么三国归进之后 中国人反而深恶痛绝 司马集团 后黑集团 创造了后来中国人还产生了个成语 叫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司马昭集团 后来统一了中国之后 带来的是一个黑暗 那个竹林其咸的蝉死 就是一个例证 所以三国时代为远远流产 说明中国人对统和和 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人有句名言叫 分久必和和久必分 那么到了今天的时代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是和平 那就是公投 通过民主的文明的姿态 来解决这些问题 英国是一个启发 我们知道这次公投之前 反对的人尤其是 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的 这个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 就是这些所谓的学者分析人士 都反对的这个一个理由呢 说是英国如果脱欧的话 可能导致全球许多 具有这个所谓分离倾向的民族 少数族裔 现有国际或者区域组织中的成员呢 都可能受到这个鼓舞 受到启发 从而寻求出走 他们认为这样呢 会进一步引发这个国际秩序的部分 我想听听各位 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 那么杨坚理先生 我觉得这个担忧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社会 离过婚的人很多 我自己也离过婚 这个离婚之前呢 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完了以后 日子也没法过了 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多的打击 但是离婚过了几年以后 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和以前的配偶 维持一个良好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 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人格 不是更好吗 经济上也没受损 所以呢实际上 大家很多担心 还是把和的事情 看作这个政治正确的更多一些 实际上呢 不是一家人 硬捆在一起 有很大的麻烦 我们就拿这个欧盟来讲 英国和希腊 怎么能够放在一起 这个英国一个自由传统 这么深厚的一个国家 和希腊这种左倾民粹主义 然后这个不断的高福利 左倾不断的政策加强 然后使得老百姓一种无赖流氓心态 就是说你借钱给你 他就乱花 而且说你借钱给你 你不要这个 不要提条件 不要提条件 你要好 你要接省这花 那不行 为什么你要管我 我要借钱给你 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你要接花 就这种民粹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 英国的这次公投是自由主义 我认为是自由主义战胜民粹主义 他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你放在一起 是不可能长久过日子的 还不如分成两家 然后两边维持一个良性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 岂不是更好 刚才说到中国在英国的利益 那英国他 英国这个人本身都不在乎他的经济这个结果 那中国的大公司 如果英国能够和欧盟建立一个良好的互惠关系的话 那大公司也不会受损 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虚幻的 当时我们再来谈经济意见 我想听听曹洪津先生的意见 就是刚才杨洁丁先生有一个观点 我想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 就是欧盟本身确实是一个很难统合在一起 而强行被拉到一块的一个大的松散的组织 那么您的看法 您的观察 当然欧盟的前身是经济共同体 是个经济联盟 后来变成了欧盟 变成个政治和经济联盟 加上了政治 现在28个成员 人口是5亿 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 全球最大的群体 而且它的年度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8万亿 超过了美国的17万亿 那么欧盟主要的想法 来自于欧洲 以法国 德国为代表的 那种群体主义的想法 建立一个大政府 这个受到了英国前首相 撒切尔夫人的强烈的反对 撒切尔夫人 大家知道这是保守党 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领袖 而且是在英国评选20世纪 最伟大的领袖 她第一名 丘吉尔第二名 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欧盟的想法 她认为欧盟是走向社会主义大国贩 你看希腊这个例子很明显 另外她认为建立欧盟 可能是人类最愚蠢的一个举动 为什么 她认为欧盟的话 建立大家走福利道路了 不能各自为自己负责 所以这个撒切尔的想法 跟美国的保守派的想法 在一个思路上 强调人民的权利 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 强调小政府 强调减税 强调市场经济 而不是中央政府 那么德国 法国这两国家的 文化传统知识分子 它将来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 你像法国大革命 发明了断头台 拿破仑征伐杀害了无数的人 包括德国这一个国家 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 所以法国和德国这两国家 在历史上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两国家 和它的文化和知识分子有关系的 所以法国德国热衷欧盟 热衷建立一个布鲁塞尔总部位中心 中央式的群体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府 它不能统合的 政治上28个国家各有政党 不同的政党左派右派上台 你怎么统合 第二经济上28个国家 有的人均收入像英国是4万美元 有的原东欧国家不到4000美元 你怎么统合 像美国可以统合它50个州 但是美国统一的政府 统一的财政 统一的税率 统一的军事和外交 它可以成立一个国家 说美国如果欧巴马 如果希拉蕊 或者美国的川普上台之后 遗想天开成立一个美洲合同国 把巴西阿根廷 维尼加拉古巴全加进来 成立一个美洲共和国 能行吗 完全是乌托邦的 根本的问题是乌托邦的一个产物 被英国人民拒绝了 好的 这次英国的公投很有趣的是 全世界大国的领袖 包括欧洲这些主要国家的领袖 统统在恐吓英国人民 你们千万不能脱欧 脱欧以后天就要塌下来了 其实在这样的压力下 英国人民还能够去勇敢地说 我们要走 这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说全球化这些年来 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 这个全球化对大资本来说 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是对有一些国家来讲 真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它感觉好像已经走到最尽头了 它再走不下去了 这个我们其实尝试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不管是WTO 还是这个现在要谈的TPP 你看到穷国和富国绑在一起的 受益的一定是穷国 这个美国的制造业 大家整天讲说 把制造业的工作要把它这个拉回来 拉得回来吗 拉不回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这个老百姓确实有一种 这个感觉说对这个精英阶层 对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 对这种这个建制 这个有一种 对体制有一种反感 要反抗 英国的投票我们感觉到这一点 这个美国的川普现象 同样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那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 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除了工作以外 像这个移民议题在欧洲很敏感 对 更不要说难民了 对 好的 陈伯工先生 我觉得这次这个公投呢 有很多人说到 说这个强调了经济上的代价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 43年前英国加入欧盟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43年后英国脱离欧盟 也是个自然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都有经济问题要处理 加入欧盟的时候 当时也要付出代价 今天脱离欧盟也要付出代价 而且英国脱离欧盟是有两个两年的过渡期 就到实际有两年 这两年中 他进行一系列的谈判 跟各个国家去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 我想这些谈判本来就表现了人类的历程 人类就是这样 人类就是要有耐心 人类是一种高等动物 是一种走向文明的动物 他以后的问题都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 所以这些谈判对人来说并不是什么 就是同意好 读也好 你这些问题吃早能解决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各国之所以反对 在这个劝告英国不要脱离欧盟 是处于一个很眼前的短视的一个考虑 我想最自然的选择还是最重要的 我想英国脱离欧盟呢 但跟中国的统治问题还不一样 中国的统治问题很多是政治问题 是这个统治者所带来的政治问题 或者民族纠纷 但英国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 因为这43年来英国看到 欧洲有越来越多的移民 甚至是非法移民 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所以对英国本身构成了威胁 同时带来了社会逐利的负担 就整个欧盟统合28个国家 到了后来东欧加进了之后 给英国一个感觉在吃大锅饭 英国被迫承担巨大的负担 甚至是把这个就业 这些机会都分担出去 我想最后英国这个觉醒 可是欧洲重新回到这个竞争的轨道 这种竞争恐怕对欧洲的重塑 是有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 好的因为时间不多 这个公投的议题呢 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中国 刚才我们提到英国的公投 提到世界各地的一些 其他的这个统独公投 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 很自然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 中国人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 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 或者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决策 那么以中国现在的这个程度 距离这天还有多远 请各位来点评一下杨建立先生 最终必须走这条路 因为一个重大的议题 争议性非常大的 以一个政治领袖 或者一个政治集团来决定的话 那让被压抑的一方 绝对不可能臣服 不臣服的结果就会累积矛盾 最后会总的爆发 结果会更差 所以中国人最终会学会民主的方式 而刚才藏先生讲了 公投是民主的一个常态 你必须接受它 必须学会去使用它 回到欧盟 欧盟的解体是必然的 因为它有几大问题 一个呢就是说 有这个统一的货币 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就是说大家一起吃大锅饭 有的接减 有的浪费 怎么能够过在一起 第二个是有统一的签证 没有统一的移民政策 这种非法移民 刚才这个破空你讲 全都进去了 那另外一个是统一的市场 但是没有统一的防卫政策 当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危机的时候 美国或者英国想做一些事情 受到其他国家的掷肘 撤肘 那这个怎么能够进行 所以这样的联盟迟早要解体 说到防卫问题 我想提就是有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反而觉得脱英国脱欧以后和美国的合作会更为紧密 这当然是一种看法 我认为肯定是这样 好 听听曹生先生的看法 当然我觉得这个英国我们非常感谢英国 因为英国是引导世界思想潮流的 我们看看在中国宋朝的时候 英国就有大宪章了 限制君王的权力 在中国清朝开始的时候 英国就有了权力法案 限制这个君王的权力和强调司法公正 那个时候就决定了 在那个时候就决定了人民拥有枪制的权力 你看美国国会昨天闹得很强烈很激烈关于枪制管制 那么英国在清朝开始那个阶段 1688年的话就开始决定人民拥有枪制的权力了 被美国宪法早了100年 说今天英国的三大权力 生命的权力 自由的权力 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力 洛克的想法深刻影响了美国 影响了世界 包括今天我们能够用这个 我能用这个网络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都要感谢英国 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 才有了人类这个物质的文明和繁荣电力的底座 才有了今天我们脸书 电脑 连这个微信等等的发明 都和英国工业革命有相当的关系 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质思想革命 才有人的想象性 创造力的发挥 所以今天英国的国家走在前面 这一次英国用公投 英国人民发出声音 你看看 全界这个精英都反对 左派媒体都反对 不赞成 包括索罗斯那种疯子 投机家都反对 包括英国两大政党 执政党 参与党都反对的情况下 英国人民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 确实让人民值得佩服 向英国人民说一句 向英国人民致敬 好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 中国政府现在啊 还是把公投看作是洪水猛兽 主要的原因 因为中国还没有民主化 我相信等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 那公投也会成为民主的常态 如果台湾的今天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影子 公投在台湾举行过啊 很多公投都没有过啊 那生活照样继续 是吧 这个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还是继续可以辩论 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中国人对这个公投有免疫力 没有 它只是这个目前的体制 还容不下公投 好的 陈伯宫先生 有一句名言叫做 一时之争在于利 百年之争在于利 通过利 暴利 一时可以把统都的诉求压下去 但这不是长久之计 长久之计还是讲理 那么就像长青刚才所讲的一样 英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个讲理的国家 它像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那种大恐怖 也没有出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屠杀犹太人那样的这种大恐怖 英国长期是讲理的 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宪章运动 马克思在英国客居那么长时间 那英国是最成熟的资负主义国家 马克思那些暴利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影响英国 英国依然走在一个理性的和平的道路上 所以英国在解决它和周边国家的问题的时候 大多数是理性的一个方式 所以培根有句名言 英国学者培根有句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越多越丰富 思索越深邃越多 这对中国人是个启发 而且我们看了英国尽管独立 尽管说从欧盟拖出来 但是英联邦现在仍然有53个主权国家 而有16个国家奉英国女王为他们的国家元首 包括加拿大 澳大利亚 这说明以德福人怀德自圆 就叫做有德者得天下 无德者施天下 就英国以德福人 它成就的是非常大的 而且这次公投中有有趣的现象就是苏格兰 苏格兰曾经主张脱离英国 要独立 以稀为差票来就是失败而留在英国 但是苏格兰这次公投中 却是最主张留在欧盟的 苏格兰地区有62%的人主张留在欧盟 37%的人主张脱离欧盟 那么将来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 由于英国脱离欧盟的原因 苏格兰可能重新公投 决定是否留在英国 不管苏格兰公投之后究竟是什么结果 我想英国也会坦然接收 所以说退一步进一步 退一步进两步 英国的这种退是用大度的表现 英国成就一个环球帝国 成为一个世界仰慕的一个皇室 这么一个英帝国 至今如此一个文明的帝国 我想跟它的做法 跟它文明的方向 站在文明的前列 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和借鉴 好的 有关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 意味着什么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 中国最近争议事件不断 为何指责外部势力卷入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